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邦和项羽为争夺天下一直战争不断 刘邦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力量聚集了五十多万的大军攻打项羽在蓬城的军队 结果刘邦打了败仗逃走 蓬城一战 刘邦军队损失严重 项羽趁胜追击 刘邦在项羽猛烈的攻击下退兵到行阳一带 以守为攻 行阳西北的敖山上有一座秦朝时修建的小城 城内有许多储存粮食的仓库 因此被称为敖仓 敖仓是刘邦领地内最大的粮仓 因此占领这个粮仓对两个军队来说都极为重要 但是刘邦军队的粮食不多了 人数也远远少于项羽军队 很难再坚持打下去 为了保存实力 刘邦决定撤退 并且把城高东边的土地让给项羽 一方面可以缓口气 另一方面能组织力量再与处军决战 谋士利益基知道了刘邦这个主意 反对说 做帝王的人靠的是百姓作为他的后盾 百姓则需要粮食 粮食是他们的天 熬仓是储存粮食的地方 而大王你却要放弃它 失去了这么有力的粮仓 将会给我们造成极大的不利啊 如帮沉思一会觉得利益基 说得很有道理然 就问他问 那么按照先生的意思 我应该怎么做呢 利益基说 在这种情况下 大王千万不能退兵 我们只有组织力量 坚守住信仰 保住熬仓 富足的粮食才能振奋士兵的气势 刘邦按利益基的花去做了 果然 取得了 中华成语 中华成语小课堂 您以实为天 正读 您以实为天 是意 百姓把粮食看作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 表示粮食对于民众的重要性 出处 汉 当故 汉书 利益基传 用法是地 我以民为本 民以实为天 这在哪个朝代 都是不容怀疑的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